有一台车我们已经期待了很久 就在昨天晚上它正式亮相了 相信有人已经猜到了 没错 这台车就是全新一代的丰田库鲁泽LC300 新平台 新造型 新外观 新动力 全新的库鲁泽焕然一新 今年是库鲁泽系列上市整70年 新一代的库鲁泽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首先从最先看到的外观说起 虽然新一代库鲁泽在整体的轮廓上 变化不是很大 但车身的前脸彻底的改变 大开大合的设计 稳重 大气 较之于现款车型 新的LC300明显要装重 豪华的多 四横幅的镀铬格山 L型的日行灯 U字型的黑色包围 视觉效果很舒服 另外黑色中网 Toyota英文字母的版本 看起来更加的野性 运动一些 两个版本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 LC300侧面的变化不是很大 还是比较横平竖直的风格 只是靠近尾部的地方 增加了70年的专属logo 车尾同样也以简洁为主 U型的尾灯和车头脚相呼应 来到车内 这一代的库鲁泽 也换装了全新的内饰 新的T字型中控台 仍然是硬派越野常用的风格 但高级感明显要提升了不少 大尺寸的液晶仪表 全幅是大屏幕 空调区带有大量的实体按键 新一代的库鲁泽用的是丰田TNGAF的平台 重新设计的底盘 让车身的重量大幅减轻 世界首创的EKDSS 电子动力悬挂系统 新的多地形监视器 都是首次出现 新一代的库鲁泽还使用了全新的动力 3.5TV6双轮增压的发动机 和3.3T的柴油 3.5T的功率为305千瓦 扭矩650牛米 匹配的是11T的变速箱 新车预计很快就会上市 所以如果你是丰田库鲁泽的铁粉 那么可以准备钱 等它上市了